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的路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 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才能不留遗憾 无愧此生 沙安纯的少女中写道 当你老了会故一生就会发觉 什么时候出国读书 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 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 什么时候结婚 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 只是当时站在三叉路口 眼见风云牵墙 你做出抉择的那一日 在日记上相当的沉闷和平凡 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人生就是一两串的选择 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可能不在于我们的能力 而在于我们的选择 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生活的样子 国中时有一个男生 在别人都埋头学习的年纪 她是大家眼里羡慕的对象 自由散漫 潇洒随性 学校对她而言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老师经常找她爸妈谈话 可是父母也拿她没办法 后来 我们都没在学校见到她 直到前段时间遇见她 才知道她后来的故事 出学后 她每天无所事事 玩了好几年 家里催她出去挣钱 她去了一家理发店做起了洗头工 那家理发店是家黑心的店 用的都是劣质洗发水 她干了一年 手背腐蚀得很严重 手心手背都是窗疤 实在扛不住的她 去了电子厂的流水县 每天重复着昨天的生活 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工厂 更难的是如果不加班 根本存不到钱 她为了多赚点钱 常常到两三点才能睡觉 几年前她要跟着家里亲戚 去北京开早点摊 每天早上三四点 就要起来准备 风里来雨里去 忙的时候 根本没时间吃饭 经常胃痛 人很消瘦 看着眼前这个三十岁 不到的男人 保经风霜 皮肤像沙纸一样粗糙 眼里布满了红血丝 不由得一阵心酸 曾经安逸的她 已经没有资格再安逸 上学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坐在 最后一排睡大觉 工作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 混混噩噩 肤炎了事 但是别忘了 随之而来的结局 和窘迫 同样也是因为安逸带来的 人在年轻的时候 选择最容易的路 很可能意味着 你在中年时 必须走一遍最难的路 人的付出与收获 总量基本平衡 不过是早享福 和早吃苦的区别 蔡刚勇是出了名的情商高 台上的她 永远温文文尔雅 台下的她 她却总是别人眼里冷淡的人 与她搭档主持多年的小S说 舞台下的她 好像有一层透明的魔罩着 非常有距离感 她从不参加别人的婚礼 不送生日祝福 节日祝福 她也从来不过生日 春节 圣诞节 遇到不想回答 或者不想相处的人 就赶紧找空气溜走 在生活上 她有一个习惯 无论何时身边 都会带上一本书 书除了用来阅读 也可以作为掩饰 她不想聊天的工具 看似不近人情 可如果身边的人有困难 有麻烦 求助她 她依旧会给予帮助 蔡康永对人际交往 有自己读到的见解 每一个在你身边的人 都会占据某种程度上 你的心力 时间和注意力 放太多无聊的人在身边 你会错过真正的朋友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友善 却总是独来独往 一位网友这样回答 当然友善是修养 独来独往是性格 不对周遭的人冷漠无情 是一个人的修养 只把热情留给最重要的人 是一个人的初始哲学 新裤子乐队的主唱彭磊 她的微信曾经加过很多大咖 国内知名的导演 演员和乐评人 不过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她拉黑了 对彭磊而言 不交流的人删掉最好 她不追求人脉 不吹捧 不讨好 灵魂自由 不做作 她说 有了孩子后 我开始喜欢更平静的居家生活 开始对职务感兴趣 不再需要和损友来往 不再浪费时间和感情在无聊的事情上 随着年纪渐长 我们经历的越来越多 时间不够用 精力也有限 慢慢的我们懂得了 哪些人值得花时间去交往 哪些人注定只是泛泛之交 刺猬的优雅里说 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 只有频率相同的人 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 不为人知的优雅 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 若他们走进不了你的内心 只会把你的生活 搅扰得拥挤不堪 人际交往的轻松法则是 大刀阔斧地删去不必要的人 选择和自己频率相同的人 结伴而行 时间和精力 要留给重要的人 蔡康勇说过这样一段话 女性总是扮演着太多的角色 母亲 妻子 员工 有这么多角色要扮演 太拥挤了 拥挤到我们失去了自我 女性扮演着太多角色 像走在平衡幕上 少有不慎就会被质疑 就像最近七八说上的一个遍体 该不该夸妈妈是超人 詹兴云说 当一个女人成为妈妈 她的需求 她的偏好 她的恐惧 她的人生理想 就被大家忘记了 每个人有自己爱孩子的方式 但妈妈是超人这句话 早就不是一句赞美 而是一种期待 甚至成为一种标准 其实生活只是一个选择 你选择了哪个维度 在哪个维度上付出 就只能在这个维度上 有所收获 马耶利在谈到 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时 就直言 根本没法平衡 我们一定是牺牲了 自己的某一部分 才能达到一个 看似表面的平衡 人生的真相是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没有人可以永远平衡 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有得有失 面面俱到是一种奢望 也是一种叹息 真正聪明的人会懂得 选择你能承担的 承受你所选择的 收获自己的品位 代价自己消化 别把自己绷得太紧 学会给自己松绑 该哭的时候哭 该笑的时候笑 生活说到底是一种选择 你选择少一份期待 就会轻松一点 你选择少一点苛责 生活便会多一份惊喜 正如一位日本网友所说 年轻时我以为做决定 就是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然而现在我才明白 所谓决定 其实是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无论结果好坏 都欣然接受它 我的好友唐糖 原本在深圳 有不错的事业发展 母亲生病后 她为了照顾母亲辞职 回了老家 很多人包括父母 都劝她不要冲动 唐糖很坚决 很快就递了刺诚 回家后 她一边帮助母亲 调理身体 一边将自己的爱好 发扬光大 热爱烘焙的她 自制番薯干 果普 手工饼干和烤面包 在朋友圈上售买 几个月不到 就做的有声有色 订单也越来越多 唐糖说她早就考虑到 回家后要忙着 照顾妈妈 没有时间去找工作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计划 既然做了选择 就不后悔 对她来说 母亲更重要 很多人活得拧巴 是因为明明想要更好的 又不能忍受辛苦 就像何雄说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 你坚持不了 那你就放弃 但是你放弃了 就不要抱怨 说我为什么没有得到 人生就是这样 要得到 你必须要付出 要付出 你还要学会坚持 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决定生活的样子 人生看似漫长 其实重要的节点 只有几个 当你老了 回首一声 你会发现 推动着我们向前走的 竟是那些小小的选择 一生的道路中 有无数插道口 情感上的 事业上的 生活上的 你走错一步 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 也可以影响一生 无论选择哪一条路 都可能会后悔 不同的是 有的人选对了 烧走了很多弯路 也有人选错了 但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反败为胜 人生的路 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 努力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才能不留遗憾 无愧此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